大家好,很感謝你們,我們已經訪問你們,我們將各位朋友邀請到三位特別來的,我們導演優志光,還有我們兩位主演投資,雲文志光男。 大家好,我們鼓組男。大家好,大家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今天是開話的第二天,我因為昨天開話票房造戰都很不錯, 希望大家多些介紹,我們來看,拿出這部電影的導演優志光。 謝謝大家,我們帶了一些小禮物過來送給大家,因為知道大家看完這部電影,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去消化你的心情, 或者你們有什麼感想或者提問,你說都可以舉手,和我們分享你心情和你的問題, 我們會送一套Postcard給你們,一套有六張,如果有問題,或者想分享的朋友都可以現在舉手,有誰想分享? 好,不如請這個導演給我選一位觀眾朋友,好啊。 合作為一個媽媽呢,我看完這部電影是很感動的,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有狀況,是很辛苦,因為我自己也有少許狀況 我覺得這個戲做得很真實,雖然說改編,但男女主角真的做得很死井 很有煙火氣,跟我們平時的生活很貼近,很貼近,很真實,所以我很觸動 很感謝兩位做得很好,跟導演寫這個,做得很好,很肯定,謝謝 我想說一句,就是這個戲裏面有關於精神忽略症,或者精神有關問題的小朋友 我想這部電影帶來介紹一下,他們的家屬也值得大家關注,很容易被忽略 謝謝 謝謝 首先,我想說,我很喜歡這部電影,一開始是題材,很奇妙的影片,但最終看起來是感受到一個很溫柔的愛 所以,真的很感謝各位,這部電影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另外,我想先問導演,因為我一直都留意到,在喪禮的場景的時候,有一幕我自己不知為何很印象深刻 就是,在那裡的花上有一隻甲蟲 是的 其實,我很想問問為何會有這樣的音樂 另外,我也想知道兩位演員,你們最喜歡的音樂是哪一幕呢? 是哪一幕呢? 可以是自己做的嗎?或者是其他人做的嗎?可以分享一下嗎? 謝謝 謝謝 我想說,那一隻甲蟲,不知道他們叫甚麼,是不是讀光 那隻甲蟲不是我們安排的 那一晚,有一隻蟲在那裡,很顯然 因為,我打開燈後,因為它在甲蟑螺上是有發光 所以我們立即看到它,而我們就一直拍下來 我們覺得,那隻甲蟲是有意思 只是在那裡,那裡的感情 你繼續舉吧,沒飯才行嗎? 不是,他有問的東西 我現在回答 好,最喜愛的場景 其實我很多人都很喜歡 如果最喜愛劉沙哥的場景 我自己就很喜歡他有慎恨婚的場景在那裡數 我覺得他那個數比他被騙了900元的那個數 真的,我不知道 每個人的哭點都不同 我就是那場哭 我自己就最喜歡那一場 人家是你喜歡的,不是人家是哭的 所以哭 那就是,因為你喜歡,所以哭 我其實,很多人說什麼都不喜歡 因為,如果喜歡,會哭的 其實,這部電影對我都很... 什麼呢? 我都不認識 但其實我拍這部電影是很開心的 真的很開心 我想大家實在不以為 因為我一直拍得很輕鬆啊 很開心啊 又不是真的這麼...所謂這麼艱難 就是你問我最喜歡的... 呃... 展狀 有一個,有一場戲 有一場戲 我們是講的,我在大澳 大家有在大澳的啦 就是大澳 在大澳那些,那些棚樓下的呢 你們如果有去都知道那些... 是吧 中間那些水呢,根本是不流動的 而且是空了 我在那裡游泳啊 我在那裡游泳啊 我在那裡游泳拍的時候 就跟自己說 世上只有一種人在游泳 就是演員 所以那場戲沒有很難說 只是像演員說 哈哈 怎麼卡劑了 因為演員也有些場 而且水真的 有很多人拍 有很多人拍 哈哈 那我相信除了剛剛上述的場次之外 我們心裡面 其實都有一場是會觸碰到的 就是劉山寫信給太太那一場 劉山寫信給太太那一場 其實他只有 一路都會寫一封信給太太 而這封信是沒有回信的 但在現實中呢 其實我們少姑姑也有回信給劉山 你可不可以講解多一點 就是因為你在IE裡有出現了一封信給太太年 因為我自己看這個戲的時候 我看這場戲 我都很感動 因為看到爸爸和兒子都有寫信給媽媽 然後我又覺得好像 好沒有 我也都很想媽媽 想跟他們說些話 但好像沒有機會了 那有一晚就突然之間 心情來的時候 不如我都寫一些東西 給他們好像有一個 好一點的結局 我們戲裡戲 我們都延續這份 如果你們想提回這封信 可以看周姑姑的IG 那就可以延續這封信 那還有沒有其他觀眾想問 我的問題 或者想分享感受 或者劉山寫的位 是 我好像有點散光 哈哈哈哈 好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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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幫你的朋友問 因為他很想 他很想問你問題 你好 導演 很感謝你拍了一部這麼好的戲 這麼關心精神病人的戲 我們其實是一班出現精神科的熱學生 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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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問呢 導演和青雲 就是 有一場就是去找回 就是去界典那裏 找回那個小朋友 那我想問為什麼 就是會 爸爸特意找回那個小朋友 其實他是想去學他這些 就是學他怎樣處理壓力的方法 還是他想做什麼的 謝謝 我想他見到的小朋友 我想他見到的小朋友 是給他兒子的 就是 就是 剛才我剛剛說 那裏剪了一些東西 我也不介意說 那裏剪了 其實本來呢 他在電影裡面呢 永遠是送了單車給那個小朋友 最後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種傳遞的 愛的東西是 他沒有想到的 因為他都沒有想過 可以在他兒子上學到什麼 但是忽然間他那天拍皮 看到有一個 那個專注力失調 加慢自閉症的小朋友 是 就是 用一個方法來去 就是 把自己冷靜下來 那他就去參考 他當然不是一個很正式的一種方法 不是一個醫生的建議 不過他有些亂來的 但是那個亂來又挺可愛的 就是好像有個小朋友 在那一刻 他沒有這麼想自己 那一個劇文館才有這樣的語言 那小朋友是自閉症 加這個專注力失調的 是的 那至於精神病 我都很希望剛才都提過 就是都 希望大家關心 那 因為 阿小谷是 思考基金的一個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 這部戲在我上 看完之後 因為電影師 不可以說太多 關於精神和健康的事情 但我們希望 提出這個議題 因為這部電影之後 令大家更加多人關心 這個病症 好 我還有沒有問題 等等等等 小谷 其實 因為 導演說 這部戲裡面有很多資訊 未必可以在戲裡面說 但是我們 還有很多宣傳 接下來 會出的了 一些關於思覺失調的 正面的資訊 我們有一個醫生 跟他們一起做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問 究竟 這個病可否察覺到 好像這部戲裡面 小朋友好像沒有被人察覺 所以就養成悲劇 這樣 我們 接下來的宣傳 會有很多指引給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另外想問問 會不會再有觀眾 想問他們的問題 或者想分享 這部戲裡面有紅色衫 有師生 這部戲裡面有紅色衫 這部戲裡面有紅色衫 更刺激他 去殺了他 馬馬奏 他的滅背 值得講解一下 這個真實的案件裡面 這個小朋友是得到一個精神忽裂症 精神忽裂症 精神忽裂症 其實是一個天生的 先天的神病 很多人會說 因為打機 因為小朋友 怎樣欺負 或者什麼 但其實都不是 這是一個先天的神病 即是他出現 滑角或者環瓶 我不知道你會認識 一些朋友會跟你說 有什麼精神 就是可能他經常說 自己被不跟蹤 或者好像出現環瓶 你聽到什麼古怪的聲音 其實那是先天性的神病 即是這種病 其實基本上 食藥是可以治療的 我們要澄清一點 因為這部電影裡面 講到這件事 令大家覺得 這個病非常之危險 但其實 它是在 其實我們一百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的精神分裂症 但是很多人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狀 或者有思覺失調 其實他未必一定會去做一些危險的事 當然有些可能自查 暴力 那在精神分裂症裡面 有十個細心的人 其實是會有少少 起碼一次的少少暴力的行為 但是那個暴力都未至於殺人 所以這個 這個個案是非常之特殊 而且很難才有這樣的機會發生這件事 所以首先大家不要那麼害怕 第二就是這個病症 這個案件是質實的 我們根據一個質實的事件 他真的因為精神分裂症而過癌 一直都找不到這個兒子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病症 原因是這個病症其實是先天的 那麼剛才菩薩林說了 就是其實是有些精像可以知道的 但是因為也是那個人性精神病 其實也是很難看得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關注一下 或者另一個宣傳會說 其實精神分裂症有什麼精像 大家可以留意在家裡 或者有些東西可以去及早及早 那也都不要歧視有精神病的 他們家庭的問題 有很多事情我們經常都想問為什麼 但是真的有機會是沒有答案的 那麼因為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最後一條問題 會是演位問題 好啊 這一次是 好啊 知道嗎 好 三位好 首先我想說 很興奮我們香港 仍然有這麼好的導演 和演員有一部這麼好的作品 給我們看 首先很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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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